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a 記不記得之前日本封關期間 我們拍過一條足地場外市場的影片 讓大家看看當時足地的情況 今天我們又再次來到足地 因為現在日本開關 足地的人流都回來了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一邊喝喝吃吃 一邊看看足地的人流究竟怎樣 いきましょう Go 你看我剛才進來前面已經有很多人了 其實足地現在人流回歸的情況 是連日本的新聞都有說的 叫做人氣再燕 就是火的燕 這個就是在排阮風的飯糰 因為這個飯糰是非常出名 這條隊是排黑銀馬古羅的 我們向前走 今天我就想帶大家去吃一些足地的人氣美食 首先來到足地不可以錯過的當然是海鮮冬 我找到了這個足地虎醬魚河岸千兩 這個就是我想吃的海鮮冬 然後我看中了這一款 上海鮮冬 也不太貴 3980日圓 我們現在去吧 就是這間了 就是足地虎醬魚河岸千兩 是 不好意思 你呢 是 是 是 哇 一早來到已經有很多人了 要排隊 好 好像很好吃 其實它的份量這樣裝起來都不是太大 所以就算你打算在足地瘋狂掃街的話 都不用擔心 一來就吃海鮮冬的話會不會好飽 因為我看它的份量其實都不算大 可以吃多幾餐 由於太多人在排隊等的關係 剛才店家就有解釋說 就不要站在排隊停留 就可能叫我們出去兜個圈 然後回來的時候看到沒有什麼人排隊 才繼續排 我們現在不如先試這間黑銀 這間其實我們之前在大阪都有吃過 但因為它是足地 同樣是非常人氣的一個刺身 所以我決定再吃 這裡同樣都是說不要排隊 對 對 幸好可以放到 我想是因為人流太多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店舖 都有限制排隊的人流 免費大排長龍打完石餅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其他店家做生意 可能剛剛有人買完東西 空了一個位置出來便可以放進來了 超幸運 我們快要排隊了 我今天這間黑銀馬古羅 我就想吃 Otoro Tsutoro Tsashimi 因為我剛才已經想著吃海鮮冬 所以這裡我不特意吃飯 或者壽司 我就想吃刺身就算了 我們黑銀馬古羅的Otoro Tsutoro Tsashimi 和吞拿魚的卷都到齊了 いただきます 它的色澤很漂亮 很拼乎 然後油脂也很足夠 我不客氣了 它很甜 它這個我想是我吃過最甜的馬古羅 但其實它咬下去 未去到入口即溶的位置 有少許筋 但它的鮮甜味很誇張 一入口 超級鮮甜的爆出來 但有少許筋 但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它的鮮甜味已經夠搭 足夠它的鮮感 我們再試吧 這個顏色再多紅一點 是不是也很甜 相對於剛才的馬古羅 其實它的甜度也差一點 不過也是好吃的 這裡大概是2000日圓左右 我上網查過資料 這份以前的價錢是1000日圓左右 但因為我之前也來過足地幾次 我發現隨著人流越來越多的關係 足地的海鮮價錢也是越來越貴的 它已經不是海鮮的 它某程度來說是去到天價 有些是燒帶子、燒蠔、山蠔等 可能要二、三千元一隻 我想它也有調整過價格 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網上查的價錢 好 清一清口腔 然後繼續 就試這個吞拿魚的卷 但其實我不太確定 它裡面放的是哪一種馬古羅 因為不是全馬古羅 可能是赤心 我不太懂得看 好 試一試它 一試便之龍魚鳳 一旦吃 我們貼心的攝影師 原來黃色這些是蘿蔔 然後它的酸味 就有中和了馬古羅的味道 甜甜的酸酸的 我覺得它這個配合挺適合的 如果你也是喜歡吃馬古羅的話 我覺得你吃刺身會好些 一筆連阿托羅好吃些 我們剛才吃完薩酸味 然後我們就回去虎醬看一看 究竟現在多不多人排隊 如果不是很多人排隊 我們就排隊剛剛好 這裡我最近想好 要吃上海鮮冬 它有蝦和海膽都會有 露出了餵食的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坐在這個位置 可以一直看著師傅在這裡做海鮮冬 其實畫面上只有我一個人吃 為什麼我們要點兩個海鮮冬 因為日本有一個前虛質 就是每一個店家 如果是兩個人進去 就要點兩份食物 基本上每人都要點一份食物 這樣才有禮貌 所以你不要想說 其實來到足地我什麼都想吃 但如果全部人都點的話 吃不完想分享一個飯 是不行的 是不禮貌的 所以我們人在江湖 身不佑的老闆 我們都要點一碟食物 是最便宜的 這個我們攝影師點的 它就是一個 媽咕羅蓉的海鮮冬 整個山仔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海鮮雜碎 可能有八爪魚、圓背、三文魚等等 到我這個很厲害的上海鮮冬 它有蝦、海膽、帶子、蟹子、馬咕羅 還有少許海鮮雜碎 事不宜遲 馬上試一下 首先我第一樣想試的是海膽 我很喜歡吃海膽 好 金黃色的海膽 不知道是哪裏 來源地 這個好吃 它有海水味 但不是廁所味 如果你們有吃過一些不新鮮 或者不漂亮的海膽 我相信你們明白我的廁所味 但它不是廁所味 很清新的海洋味 有點鹹鹹 有點稠 但不是虎稠 是海洋的感覺 然後再試一下帶子 帶子不是很大 但看得出很有光澤 很新鮮、英俊 我覺得帶子質地很爽 肉質很好吃 但味道不太甜 馬咕羅 剛才試完黑銀的馬咕羅 現在試試苦醬的馬咕羅 究竟是怎樣 它的筋很粗 甜味不太夠 這個很普通 我很期待這隻蝦 所以帶最後吃 夾起來也很難 因為它真的很大 所以我連夾起來也有難度 好 試一下蝦 要怎樣才可以吃得更漂亮 中間 中間 這個蝦很甜 而且肉質很好吃 因為它是生蝦的關係 它是滑滑滑滑滑的 但它是彈牙 很清甜 然後它的甜味之中 帶有一點海水的鹹味 這把蝦很好吃 看我笑回來 那平均100分 入完30分 再吃個海膽 再吃個海膽 記不記得上了一條足地片 這條路是沒有人 然後很冷清 現在是在多人道走不到 我發覺這樣掃一掃 那些光貨 海鮮的價錢 真的跟之前有段距離 咬一咬 好貴 好 我們現在轉這邊 在這邊 我們正在準備吃壽司 也是我做Research看到 叫做Sushi一番 我打算吃一個 他們推薦的十貫的壽司 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個Sushi一番 是24小時營業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太遲來到足地會不會沒得吃 因為它是24小時營業的 好 我們來到這間Sushi一番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依然在排長龍 還有也有說 排隊的人流限制 時間關係 我就不打算在這裡排隊 我們去吃其他東西 完成其他任務 反正它開24小時的話 我們晚點回來看看會不會少人 我們去其他地方 還有我想說這裡是有魚的解體 可以欣賞的 它現在販賣中 Specialy Day 就是Tuna Cutting Show 金瘡與雕刻表演 如果你想看這個Show的話 你們要上官網去檢查時間 好了 我們現在就繞了 其實是被人流逼了 這個足地場外市場的外圍 我們現在就繞進去吃其他東西 來到足地肉指燒 都是一定要吃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吃肉指燒 這裡有很大顆草莓 其實這個也是足地的名物 它是一個專食士多啤梨雪糕 士多啤梨草莓大幅的一間店 無論是遊客也好 日本人自己也好 都會來這裡拍照打卡 但今天這個士多啤梨雪糕 就不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所以我們就不吃了 其實上一條片我吃的鯛魚燒 都是足地的名物之一 你們都可以試 哇 很辛苦 大家看到無論是直行 打橫行 滿滿的都市人 我們今天就是星期六 可能就更多人 平一可能很少 但我之前有平一來過 其實我覺得都差無幾 都是很多人 我們根據這個人流的方向 就回來了 但各位如果大家想知道 足地還有什麼東京人氣的美食 即是在IG上 日本人會追蹤的Gurume 其實這間 海膽府這間 都是非常出名 很多人知道 而且是外國媒體都會報道 是認住這塊紙菜 Wuni府 我們繼續去玉子燒的地段 竹地場外市場的門口位 那一辣 那邊位 全部都是玉子燒 這麼多間玉子燒 全部都在那條行 我們繼續 這個海膽和牛 我想說我每次來見到 都很想吃 但無論我自己也好 還是公司也好 我也是沒有預算吃的 如果大家有試過這個海膽和牛 就留言告訴我 究竟好不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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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剛才看到這個很浮誇的 叫什麼 我又不可以說它是棍欄 它是用豆皮壽司包著 上面有很多海鮮餡料 就是這間竹地海鮮補船 我們要吃的玉子燒 就是前面的山蔣 其實山蔣這間 之前我也有吃過 在上一條影片中 今次重回竹地 再試一次它的味道有沒有變得 嘩 條底很長 你看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我完全不知道對面在哪 是這條還是這條 是這條 這條 嘩 不知道我們要排多久 才能吃到這個玉子燒 現在的時間是11點57分 我們排到的時候究竟是多久 我剛才放到它的玉子燒 我都加了的 上次那條片我買的就是100日圓 現在是加了150日圓 其實除了因為竹地人流多 很多店舖加價之外 其實現在日本雞蛋都貴了很多 所以它作為一個玉子燒 雞蛋貴這麼多 然後它只加了50日圓 是已經很佛心 很有良心 其實這條隊動得比我想像中快 因為其實剛才打了這麼多個圈 我以為要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動 不用怕 嘩 這麼長龍 我不太多 我不吃了 其實我的速度也不錯 其實它除了有即燒的玉子燒 你可以一路走一路吃之外 它還有一些可以讓你帶回家 慢慢吃 這裏有很多不同款的生長玉子燒 有些有蔥的 有些有繁納匯的 有些有繁納匯的 我們看看買到的時間 12點05分 即是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嘗嘗這個 加多了50日圓的生長玉子燒 大家留意 由於很多人的關係 就不要站在店鋪旁邊吃 這樣濕著路 自己去找一些空曠的位置去吃東西 究竟現在吃這個生長玉子燒 它和去年吃的味道有沒有不同了呢 嘗嘗 我覺得味道沒有怎樣變得 它的蛋都是非常軟綿綿 一進口就有一種富華富華的幸福感 我很喜歡吃山蔣的玉子燒 雖然我未吃過其他間 但因為之前聽說山蔣是竹地最有人氣的玉子燒 還有塔啤洛普的評分是最高 所以既然來到竹地只吃一吋玉子燒 我就選擇山蔣玉子燒 其實在竹地場外市場的外圍有開了幾間新的食物 帶大家去看看 現在這個自家製的燒魷魚 原條魷魚都是新的 之前沒有的 但我自己覺得燒魷魚比較普通 所以我自己都未試過 這個海鮮可樂餅 它其實是肉餅上面有海鮮餡料 這個也是竹地新出的食品 如果拍照大家是很漂亮很堅密的 就連日本人自己IG 都很多人會貼這個海鮮可樂餅 再前一點這個也是新的 它就是江之島的蝦餅 不知道大家有否印象 我那時拍江之島吃了一個蝦餅 好像有點像四祖蝦餅 但它是高級版的日式蝦餅 然後它有一個圓隻的大蝦夾在中間 現在就算你不去江之島 你來竹地一樣可以吃到這個江之島出產的白爪魚 或是叉的蝦餅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星期六 這麼多人的時候才過來拍攝 玩自己什麼 其實因為現在竹地場外市場 就有一個活動 就是每一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都會有一個千日市集 可能有三四十間店家 他們就會有一些一千日的貨品 就是拿出去買的 這個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江之島蝦餅 轉個彎這條通道就是的 Go 這裡有這個牌 它就說今天的千日市集 就已經是賣光了 沒有了 這間店賣光了 我們就不如看看其他店 會不會都有些千日的貨色 我們去看看那間 我看到那間還有 它是不同的魚肉混在一起的 雜錦魚肉碎 這個就是一千日圓 有四種 我看到有三行魚 銀雪魚 有些魚我都不太喜歡 這個就是一千日圓 終於找到一個實物給大家看 為什麼這個千日市集的貨品 會這麼快賣光 其實它就不是整間店 全部都變成一千日圓的貨品 可能只是某幾樣貨品 就在做大減價一千日圓 由於它是九點鐘到一點鐘 就會搞這個千日圓市集 所以很多很划算的貨品 一早被人賣光了 現在就可能只剩下 沒有那麼搶手的貨品 但是全部都在這條通道裡 這個足地通通 大家如果有機會遇到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就可以過來看看 再看看有哪些 雖然這間店沒有千日圓市集的貨品 但我偷聽到老闆說 他兩包光貨加起來是一千日圓 有時候如果你發覺 不見到一個貨品 你可以主動去問一下老闆 這些是否都是一千日圓 可能他就會回答你 其實是在做這個千日圓市集 我想到了 這裡也是千日圓市集 有不同的木魚的稅 做成一套是一千日圓 千日圓市集為漏品亨廷 這一個 韓國的泡菜一千日圓 好 我們現在又再回來這個壽司 一番看看是否還有這麼多人排隊 因為他排隊也有人流限制 如果排不到的話 那就算了 還有很多人排隊 似乎我們今天沒有完 吃到壽司一番的壽司 好可惜 好可惜 Cry Cry 今天就帶大家看完這個 開關之後的日本足地場內市場 我自己就覺得人流相比起 上一條片多了超級多 我懷疑這條片真的有一半 都是我們在走路 塞住排隊的畫面 另外還有提提大家 海鮮的價錢真的貴了很多 大家來的時候 可能都要有些心理準備了 不知道你看完這條片 又有什麼感想呢 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們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和IG page 我們下次再見了 Bye Bye 我們當然 joined 我們很久不見 我們不曉得 我們很久不見 我們今天可以的 可以來看了 到個月 我們去見一下 最好 看過 就完蛋了 到兩下 天 到兩下 打 Industri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